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在觀看影片之前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MIRROR的景況 在這個KKBOX香港風雲榜 就在27號即昨天 亞洲國際博覽館進行 MIRROR 古具機 MC 張天婦 林家謙 Serrini 陳雷等等的人 都是表演嘉賓之一 而MIRROR成為了押軸的嘉賓 炒熱了全場的氣氛 當唱到We All Are的時候 Anson Lo不禁落雷 隨後有五色的成員 也是雷灑當場 當時的場面真的很感動 十二指在show之後接受訪問 解釋當時感觸流淚 Lokman就坦然 齊人再重回到一個大舞台 是一見大師 又可以見到那麼多fans 那麼多觀眾 去熟悉的環境舞台 同樣唱We All Are 是一首情緒很濃郁的歌 唱的時候不免有幾分感觸 Anson Lo說到昨天 她搭上舞台的時候已經很感觸 而今天唱出能夠完整地去演出 她也是說自己當時哭而感到自怯 因為她自己也很想忍著完成這首歌 但這一首是跟fans和觀眾很感密的歌 一個表演就很想順利地完成 但她說因為哭就做不到 她說感到不要對不起大家 而這首歌也是結合了MIRROR成員這幾個月以來的感受 辛苦了所有在這幾個月涉及的單位和他們熬過的所有人 那一刻就很感觸 對於MIRROR的演唱會 那些DANCER組前發的公開信 AK坦然就未方便作出回應 她說因為現在是進入一個司法程序 很多事情要再等更多的報告 才有完整的答案給大家 我和他們都很肉緊 最終答案是怎樣的她在等 但她說涉及的事情太多 法律司法程序有些是控制不到的 那我不是不想說 但是現在都在調查 真的說不到 那我希望儘快可以有個報告給大家 給予大家的交代 那其實MIRROR沒有回應 那其實都是因為 可能公司都未必可以想她們太多回應 那因為說多錯多 那當時MIRROR其實都不是知道太多事情 那你說她們作為一個表演者 那其實她們可以知道些什麼 那她們都是其中一個表演的人士 那她們也不會知道內部很多事情 怎樣處理那個舞台等等 那這些都不是她們的負責 那所以就算問MIRROR 我想她們都不是知道太多事情 那我一切都要看一下 那就是說 那就是當時之後她們調查出來的一個報告是怎樣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有說到陳卓賢最近的情況 那在27號的時候 就傳出她和Amy Long是和平分手的結出兩年的感情 那她們被外界本身一直看好的 有無數的Fans是祝福的 那分開難免令人感到有些可惜的 而Ian在2020年拍攝ViuTV劇集 無限斜動有限公司的時候 就認識了Amy 之後呢 發現她的優點 那拍劇之後就愛上對方 那公開認愛也是愛得低調的 很少在社交平台上放閃的兩個人 曾經因為Ian一個留言引起空洞 那不過呢 後來她們就無緣成為情侶 那我講到她們都是 雖然就說在這個複雜的世界 希望大家真的堅持 那但是呢 事實上呢 也都是會面對很多不少的困難 那在這裡就 然後覺得 其實有機會是 Ian去拍攝也有很多很忙的事 或者是 其實當時 其實拍劉一天與你喘息的時候 她們還是很sweet 那但是呢 後來就少了放閃 那最近呢 就傳了她們是一個和平分手 那同時呢 Amy的經理人公司 也有說過就是 她們是和平分手的 那至於為什麼分手呢 的確是挺耐人不尋味的 因為可能拍了一兩年 大家的工作成績又差不多 都是在圈內 其實大家都想著 會很容易啊 很簡單可以發展啊 那事實上不是啦 那當中也都應該經歷了一些低谷的 那譬如說 Ian經歷了演唱會 那停了之後呢 那她也是經歷了一些 不開心啊 傷心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走不下去呢 那也都有很多因素 例如可能說 大家工作忙啊 很難就是 夾到大家時間啊 又或者是 大家的情緒 未必真的可以handle到啊 或者不懂得handle對方的一些情緒 都有可能導致分開的 那但是這裡呢 就 她們都沒有怎麼說啦 那尤其是 本身她們拍拖都是很低調的 很少說放閃或者怎樣 那但是呢 同時也都明白到 她們可能會有其他的追求 或其他的夢想 其他的想要的東西 而大家慢慢去 令到她們的感情生活 是有一些磨擦的 那同時也會令她們分道揚飆 那這裡就不需要大家 特別可惜啊 我覺得有些事情真的是緣分來的 就是 一齊就會一齊 是你的就是你的 那但是不一齊的時候呢 可能 去到某個點 大家追求的 或者大家想要的 又不同了 變了大家就會 在不同的方向 這樣就 分開了 那所以就不需要特別 碗食 那希望她們兩個呢 在工作的路途上面呢 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啦 甚至可以之後呢 都可以找到一個 很喜歡的一個伴侶啊 或者是一個陪伴自己的人 那所以 依然都是會祝福她們兩個的 那我除了KKBOX之外呢 那我講回 戚策樂壇啦 那這個就不關MIRROR的事的 那我關張天虎啦 那她也有出席KKBOX的 那她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然後呢 她說 嘩 唱到一本呢 已經是 喘氣了 那我頂眼上了 那是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那我爽的 接下來呢就要練體力了 那我還有呢 演唱會呢 本身就打算跳唱很多歌 那我體力方面呢 都要先解決了 那之後呢 就有個好消息的 關於MC 就是她會開演唱會 那她也正式公佈了 三場的紅本演唱會 詳細的一個資訊 那她笑言宣佈了之後呢 她的電話呢 是被人轟炸的 她說 那些人都說 爲什麽這麽小的 那麽小場呢 又欠不了票 又看不到 那她說 是一個happy problem 那她說 未收到公司指引 會有多少票 那但是呢 她說 會不會 這次演唱會有四面舞台呢 會不會加長呢 她表示 有跟公司反映的 但是因為當期的問題呢 就未能夠加長的 希望呢 之後又可以和大家再見了 那我對於呢 最後五強的 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呢 已經是出爐了 那MC呢 是未能晉身 那下一輪的這個 就在十強止步 那她坦然就 有點失望的 那我唯有之後 繼續努力啦 那但是呢 她的助手呢 就有說到什麼 角票論這樣 那大家 即是去到坦然 或者跟對方溝通的 那我了解當時 對方是很想幫她拉票啦 那也是擔心她入不了胃啊等等 那所以呢 就做出一些不適合 或者令人不舒服的賤眼 那這樣 那我溝通了之後呢 她都成了會 做出改善的 那她也都說 其實兩邊都是肉啦 那對外界對內部 其實她都是 就是她去調解這件事 那會不會心好淚呢 那她都說會的 那但是這個是她的工作來的 那她都明白 那大家 就是助手都是想她 可以在這個 五牆那裡入圍啦 那同時呢 也都明白 就是外界也是 不喜歡她的助手 這樣的處事方法啊 或者這樣 用的字眼 說話的方式 那但是呢 就也都希望 大家這些小事就容忍一下啦 因為始終對方 都是出自那個好意的 或者是她的出發點 都是想 就是MC 可以盡身這個五牆那樣的 那我大家都 希望就是 這個 這個色澤樂壇 頒獎典禮的 就是 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 競爭 那大家也是 一個良性競爭來的 那但是 在字眼方面呢 是要注意 但是外界呢 也都希望包容一下 就是 她的出發點 她的 她的 目標 其實也是想MC好 那當然 MC的一些fans 也都會 明白 體諒 那也都希望MC之後 那三場的演唱會 都是一個good show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我們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